主任立法院吵了一天 他們終於把NCC的組織條例 國民黨有四個版本 通通送出委員會 接下來要去協商 民進黨是拒絕NCC 才政黨比例 黃國昌說你拒絕 蔡英文都用喬 說你現在有四個 NCC一共七個委員 有四個任期要到了 三個還繼續幹 可以幹到後年我印象 這四個照理講就應該換掉了 行政委也提出人選來了 黃國昌說蔡英文說 別吵了 四個 兩個國民黨 一個民進黨 一個民眾黨好了 因為這樣加起來 將來NCC的七個委員 民進黨還有四個 變成四個二一 所以民進黨還是遠遠的 超過國民黨一倍 在於黨他們不會同意 但是黃國昌說蔡英文都可以喬 不是就用政黨比例來喬嗎 黃國昌說私下可以用喬的嗎 可以私下用喬的嗎 給我們一席NCC委員 我們就滿意了嗎 總統府說黃國昌 講得不真 沒有這個事情 黃國昌說 你醜事被揭露 還敢說謊 明明就有這個事情 但是柯文哲哲跳出來了 說有談到NCC跟蔡英文 沒講到細節 沒講到幾席 幾席 幾席 所以現在變成黃國昌 要來罵總統府這個標臉 說事後還亂講 現在他不知道 我現在不知道 他現在要怎麼 要怎麼這個 去跟柯文哲到底要怎麼對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主委今天質詢你 我只問一個問題就好 你知道我問什麼問題嗎 不知道 對 我就只問這個問題 你可以下台了 下台 國民黨立委羅志強 開口質詢第一句話 就把NCC主委轟下台 只見陳佑祥被罵得一頭霧水 我質詢完了 你以為已經質詢完了 下去了 你結束了 我們可以就是 時間暫停 他不下去就不用停了 為什麼要質詢一個 已經是連這個禁電視調閱 都要拒絕調閱資料的一個NCC主委 質詢他沒有任何意義啊 羅志強態度強硬 說自己不滿NCC 不提供禁電視案資料 給立院調閱小組 此外藍白其轟的還有NCC人士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爆料 總統蔡英文 日前親口跟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說 接下來四名NCC委員 國民黨兩席 民眾黨一席 民進黨一席 但黃國昌人明明不在現場 怎麼會了解內部情況 是不是柯文哲主席跟您說 你們會面的情況 謝謝 我在信傳媒接受訪問的時候 怎麼說的 這一些全部都是 在總統府突然莫名其妙 Lag了一個多月以後 跳出來突然說沒有 對此總統府回應 NCC提名作業 蔡總統與賴副總統充分溝通 並依程序提出合適人選送交立法院 有關總統與柯主席會面的實際情形 黃委員並未參與 言論也並非事實 他有找你喬那個NCC人事案嗎 我可以有談到NCC 但是沒有講到人事細節 從NCC人事扯到蔡總統 不過柯文哲這口徑 似乎和自家人都不聾 好吧 更正一下 黃國昌沒有說總統府 不要臉是說可恥 很可恥 還說謊 那另外黃國昌說 3月24號總統府有回應 當時說 蔡英文會跟賴慶德 充分溝通人事案 再提出合適人選 當時她說暗中出共 對不對 當時總統府 為什麼要這樣講 他說那個時候黃國昌說 我已經公開這樣講了 總統府一個當時說我亂講 總統也沒有否認 怎麼現在說沒有這回事情 蔡英文早就瞧過了等等 來 發言人 怡萱你怎麼看 其實這整個過程我用比較清楚的方式 來跟大家有脈絡式的理解 因為在蔡總統跟柯文哲見面的時候 柯文哲主席進到總統府見面之前 其實黃國昌委員就收到跟蔡總統 非常靠近的黨政高層來會面 而且還具體的提出政黨比例 那我們當時其實黃國昌委員 也把這樣子的意見帶回來跟黨內交換 那我們當時也認為說 NCC的委員其實應該還是要由 他是專業 視財視所的方式去評斷 所以我們當場就拒絕了 所以在第一時間在柯蔡碰面之前 其實當時我們就拒絕了這個提議 那可是柯主席進到了總統府之後 蔡總統還是在那個會議上面 提到關於NCC的相關未來的發展 你說有沒有從蔡總統的嘴巴裡面 實際講出所謂政黨比例 這麼細節的東西 我想這只有在裡面的人才會知道 可是問題是 他有沒有就NCC的未來的相關發展去討論 絕對是有的 所以這並沒有所謂什麼柯文哲跟黃國昌的 這個兩個意見不同的問題 因為確實有這樣子的一個脈絡 但是我們還是要強調 NCC的人事案是非同小可的 也就是說在民進黨過去一黨執政 一黨獨大的狀態之下 NCC已經為人詬病說是為特定政黨服務 然而到現在我們看到 立法院已經三黨不過半了 他們還是執意的提出一些有爭議的人選 包含是這一位翁伯宗 過去我們就已經點名出來 他在特定的媒體裡面 有泄密給利害關係人的這個嫌疑 那但是呢 他竟然還可以在這一次上面 透過僑的透過民進黨內部 大家還審核刷掉 刷掉原本鼠疫的人選 就因為他有比較強的膜 那這樣子的人 適合在一個獨立機關擔任這所謂的主委嗎 他基本上是陳耀祥2.0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強調的是 NCC的獨立運作 必須要用釋財釋所的委員 我覺得在這個議題上面 要實質的去審查是比較重要的一件事 好不好 昨天立法院 司法法治委員會審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 就NCC的組織法 NCC主委當然陳耀祥想要去備詢 但備詢之前先到民進黨立院黨團 所以在黨不滿 你什麼意思 你要到黨團裡面 每個黨團都去一下 你跑到民進黨立院黨幹嘛 要跟他們談什麼事情 討論什麼 NCC說我們反對政黨比例 委員的提名權應該歸行政院 行政院要怎麼提 就怎麼提 你們管那麼多幹嘛 昨天國民黨跟民眾黨提臨時提案 13比12表決通過譴責NCC的陳耀祥 而且要把他移送監察院 當然監察院院先是民進黨掌控 會怎麼樣不知道 但至少對一個 快要下台的政務官很丟臉 就是立法院通過 立法院也是最高民意機構 通過譴責你 另外黃國昌說 陳耀祥自證自己是附水組織嗎 你真的是民進黨的附水組織 什麼都聽民進黨的 來 司剛 陳耀祥真的是民進黨的附水組織 不但他自己是一個黨裔的立委 NCC整個走的方向 基本上也是民進黨說左 他也不敢往右走 基本上他要去整誰就整誰 其實昨天的這些質詢 然後再暴露出幾個問題 第一個 對於陳耀祥來說 他是一個已經即將卸任的主委 你們跟我吼什麼 我就乾脆就擺個牛皮 我想要回答的時候就回答 想要跟你頂嘴的時候就頂嘴 然後你把我移送監察院又怎麼樣 也無所謂 他說他8月1號就要回到學校 去認教了 你說得移到監察院 監察院就民進黨多數 到最後結果一定是可預知 就是不痛不癢 就是不痛不癢 監察也不是多 監察幾乎都是 除了王美玉一個 大概都是民進黨 都是 完全不痛不癢 所以他怪不得在這邊可以大小聲 第二個 跟NCC的人士 經過昨天黃國昌這樣子一個 算是一個繳獲 我覺得問題更嚴重 難道政黨主席之間的見面 就可以去喬NCC的人士嗎 或是NCC以後要怎麼樣一個走向 這不是政黨主席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 柯文哲說跟蔡英文有談到NCC 那是沒談戲劇 那談到什麼東西呢 然後你們兩個人在談說 我覺得哪個電視台表現不好 哪個電視台有為中立 哪個電視台立場是偏左偏右 難道是談這個嗎 所以我是覺得反而主席要講 他跟蔡總統之間 到底就NCC 到底是講了什麼事情 那人士是什麼 是不是有答應說要給民眾黨一席嗎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默契存在 然後來求原本民進黨的 人選保證過關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反而是一個最大的疑點 我覺得柯文哲今天面對媒體 就不講就算了 講了其實爆開 讓大家反而救了陳曉翔一命 把大家都去討論說 到底柯跟蔡之間 就NCC討論了什麼 有沒有其他的交換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黃國昌的表現 我覺得很不錯 該講就講 我覺得他應該完全講出他所知道 還有誰去跟他講了什麼事情 然後是在柯主席柯賽會之前 還是之後 就現在有四個委員 現在民進黨現在提的 幾乎都是民進黨自己主義的人 所以這四個委員 應該三個國民黨 一個民眾黨 而不是像黃國昌說 蔡英文講的 兩個國民黨 一個民進黨 一個民進黨 因為四個 三個國民黨 一個民進黨 將來整個七個人裡面 三個民進黨 三個國民黨 一個民眾黨 這樣的話 其實民進黨還是很關鍵的一席 就是應該這樣是比較合理的 而且民進黨這是席次 沒有國民黨多 你還是有三席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的話這合理 否則的話 如果你現在一定要 要把王硬上弓 尤其現在民眾黨跟國民黨 加起來超過一半 你溝通也不溝通 然後就貿然就提出這四個人 那你是什麼意思 你是在立法院要硬幹嗎 如果立法院這樣讓你通過了 以後大法官怎麼辦 考試委員怎麼辦 那民進黨不是就要跟硬幹過去嗎 續舍再回來 好 那麼合一 合二 合三 大家要不要研議 核是要不要重啟 那民進黨常常講說 你這個新北市的那個 乾式阻存槽都不給我們過 那個也沒有辦法去 把這個多餘的核廢料阻存起來 那這叫合一的乾阻廠 什麼意思 就是說核電廠下面有個濕式阻存槽 所以現在用過的燃料棒的那 就放在下面阻存起來 那原來是這樣大家躺著放 後來因為多了就直著放 後來跌著放 反正後來放不下了 就在外面要蓋這個 所謂的乾式阻存槽 在外面蓋 台電當時有申請 但新北市說你的水土保持不行 要你改水土保持的計畫 台電也不理他 然後就被大家互相罵 台電就說都是你延宕 新北市說你這個水土保持沒過 所以已經拖了11年了 然後去年判決說 新北市應該給他過 那台電今年4月19號才送新的水保計畫 所以說這個很快就要通過了 那新北市的副市長劉河然說 我們沒有卡他的關 絕對沒有卡他 而且馬上就會核定了 因為他4月10號才送水保計畫來 才送12天來 那核四的前廠長王柏輝說 應該比照 我不知道什麼比好事多 比照好事多 因為好事多是開放 好事多有會員就可以進去了 讓開放讓民眾也可以參觀核電廠 來消除民眾的疑慮 你們不說核電廠危險嗎 你們不說核電廠斷層 大家去看看 這是花電帳 大地震 核四廠有沒有列開 柱子有沒有斷 有沒有什麼問題等等 讓民眾去看看等等 事實上我就去申請要去看核電廠 王美化就給我拒絕 我是透過立委去的 賴治保委員當時 在去年還是前天幫我申請說 我們要去參觀 別人都可以了 這照照康不行 照康不能去 不可以 所以這個太敏感了 所以不給我去 所以王廠長也是 這開放大家 不是照康去 大家都可以去 大家都可以去看 不會開放的 另外國民黨說 昨天G7的部長會議 有一個決議 就是說我們這七個工業國家 都不可以以後發表反核的言論 這七個其實六個都是永和 只有一個是不用核的就是德國 德國不用核他當然要講 為什麼不用核呢 因為核這樣 核那樣很危險 廢掉什麼一堆 他們就昨天就說核電 將來在2050年他們這些國家 說要增加三倍的核電的發電量 所以在這個之前 大家不要去講核電不好 你不用核電沒關係 但你不要天天去罵核電 講核電不好 所以他們昨天七個 其實叫德國講 因為你閉嘴 不要老是講這個 你不用沒關係 你買法國電 法國都是核電 G7 不發表反核言論 所以昨天這是滿重要的一個聲明 而且是說他們將來要減少 燃煤的電廠 2035年之前要不要有燃煤電廠 今天行政院開院會追加1000億給台電 台電去年賠了2000 台電到去年累積賠3000多億 今年如果不漲電價 會再賠2100多億 現在漲的電價說還不夠 再給他1000億 那到底怎麼回事 來 洪安你怎麼看 這個G7的宣誓 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在之前 就如同剛才趙大哥所說的 在去年的氣候會議裡面 COP28 他們已經決定說 在2050年之前 那麼有28個國家 要把核能的能量 把它擴充到原來的兩 再增加兩倍 就原來的三倍 所以在現在G7 它這樣的一個宣誓 它是說不反核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 對這些對民進黨 他們常常都會講說 要跟國際接軌 什麼都要跟國際接軌 可是非常奇怪 在核能的這件事情 他們就不跟國際接軌了 非常奇怪 就是到現在為止 還死抱住這樣的一個 反核的神主派 還死抱著說 2025一定要達到非核家園 那當然就是 會讓我們付出非常多的代價 所以在這個星期二 比如說我們在立法院 不是有一個表決嗎 那表決就是說 我們提出說要動漲電價 那麼後來民進黨 反正到現在為止 他們說他們也不要執行 其實這個都是有問題的 我們一直認為就是說 錯誤的能源政策 你必須要去做調整 如果錯誤能源政策 你一路這樣殺下去 那其實真的 最後這個付出代價的 一定是我們所有的老百姓 你看台電的虧損 台電的虧損 不就是納稅人的虧損 另外我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在新北市的 合一場的干涉儲存潮 因為事實上在去年的時候 這個北高行已經做出了判決 就是說這個干涉儲存潮 應該要執行 而且新北市事實上配合 沒有在上訴了 所以你今天繼續來講說 是因為你新北卡 這個干涉儲存潮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對 合一場或合二場研議 這個根本都是推託之詞 而且其實我們現在 目前所面臨的 也就是賴清德他一上任 七月份第一個面臨的是 核三場的一號機組要除役 核三場的儲存潮 核一場核二場已經滿了 我有問過核三場有滿嗎 還沒有滿 還有一半 所以他根本沒有說 這個儲存潮滿了 我要去做干涉儲存潮的問題 根本沒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就是一念之間 如果你願意把你的能源政策 做一些改變 如果你願意跟國際接軌 台灣的能源政策 能源結構 就不會這樣的失衡 那麼不管是台電 台電的虧損的問題 或者我們現在電價飆漲的問題 甚至空物的問題 都能夠得到解決 但是非常可惜 就是說現在民進黨就死不肯做 而且我覺得賴清德 你不需要 這樣子一定要菜歸 一定要賴隨 你這樣子繼續菜歸 賴隨下去的話 最後我覺得是 不但是你自己民調拉不起來 而且是所有台灣人都跟著 你一起附帶講 賴翔老師 我們剛談的幾件事事情 從NCC稍微補充一下 當我們看到美國的大學校長 沒有辦法保護校園的獨立性的時候 那個校長是會被唾棄 校園的獨立性 校長必須要保護 保護學生在校園裡面的獨立性 一個NCC的主委 如果不能夠保護媒體的獨立性 這主委當然滾蛋 當然今天說實在的 以台灣的政治文化來講 換誰來當主委都一樣 過去我們曾經講過 許多在設立之初 號稱要超越黨派的組織 要獨立運作的組織 最後反而讓政黨化了妝之後 更敢於上下起手 因為會讓你誤以為 所有被選出來當委員的 都是公正超然的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的知道 不要說之前曝光的總統府的密函 都已經告訴你 那都在巧 尤其你看他實際的作為的時候 作為一個執政當局的政治打手 直接去干涉媒體本身的獨立運作 犯了錯即使告中天全敗 但是中天今天活得過來嗎 這樣子一個NCC有什麼存在的價值 所有的如果說要超越政黨的組織 他是行政組織 他就應該按照國會的政黨比例 否則我告訴你 不可能有任何的獨立超然 我再講一次 任何的行政組織在設立的時候 像是NCC這種的組織 如果是行政組織 又希望他超越黨派 起碼你就必須要按照 立法院裡面的政黨比例 否則就沒有意義 因為甚至要如果都是行政權 來決定誰誰誰 這個人是獨立的 那個人是超然的 這個人偏藍 那個人偏綠 都是由主政者主觀上面去擦枝抹粉 NCC一點用都沒有 今天的媒體哪一個不養NCC之彼 誰當NCC的委員 當NCC的主委 很過癮的 他怕你媽媽無所謂 第二個我們看就是說 媒體的這種獨立性 你起碼有guards 要像是川普一樣 剛剛講到川普 川普起碼告訴你就是說 盟友如果不繳錢 自己也負責安全 那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我講粗俗一點 川普在告訴你就是說 只要我當總統 美國沒有盟友只有炮友 就是你盟友基本上就不存 你想如果要有錢才有安全 那還叫做盟友嗎 沒有 基本上面大家就是完完全全的 生意往來 那你如果像川普赤裸裸的 你起碼知道怎麼樣應對 但是台灣官場上面 現在有許多非常隱晦 非常糟糕的 以至於所有的媒體 都失去了自己的瘋骨 因為他知道一個執政當局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以至於所有的媒體 你看到最近這段時間 我們剛開始談了學運 你有沒有注意到 每天晚上將近10個新聞台 有9個不會談美國學運的 為什麼 因為不知道怎麼談 我們的官方沒有人講話 我們的官方都還在幫以色列 辦他二戰時候的 受難的緬懷的時候 你認為有哪一個深綠的 不同綠的媒體敢去談這件事情 一個都沒有 好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台電的部分 其實這些不都是common sense嗎 就是幹事儲存的問題 搞到今天合一合二 有一些的基礎都已經拆了 你說幹事儲存過了 我說實在 不管是台電的拖延 或者是新北市 新北市今天對新北市政府 對侯友宜來講 這時候通過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都覺得幹事儲存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放寬一點點 過去許多在核能上面大作文章的 把核能非常妖魔化的 跟著民進黨1986年之後的 所有的那種極端落伍的盲目的 錯誤的政策走了30幾年的 台灣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 全世界的400多座的核能機組 一年所累積下來的燃料棒 也不過就是一個30坪的7-11 就可以放了 有什麼困難 台灣最高的時候 也才不過6部機組而已 你認為一個稍微像樣的幹事儲存 可以用多久 何況那些的燃料棒 都是有價值可以處理 只是政治上面不讓它處理而已 今天所有的這些的動作 看起來好像是在為民進黨的 要繼續沿用核能而解套 我只能呼籲國民黨 不要去幫民進黨 做這種解套的事情 讓民進黨自己確確處理 大家已經在這件事情當中 付出太大的代價了 台灣如果有本事 你就把核三場 一號機二號機 你就把它廢了 我就等明年 明明民進黨今天 仍然有人出來放狠話 覺得這個幹事儲存 跟一幹事儲存 跟廢核是無關的 那你就廢 廢完了之後 我們就知道了 可是很遺憾了 台灣今天有許多 用電孔級的企業界 我們的企業界的大佬們 是吃肥了嗎 是在這些年的時間 被政治搞怕了嗎 你明明最需要用電是你們 最需要綠電是你們 你們為什麼不敢大聲講話 每天就只能夠偶爾看到 童子賢出來講 講兩句話 交代過去試試封風向嘛 比童子賢更大咖的企業界的大佬 你們在幹什麼 貼上了一個藍綠標籤的時候 連自己該為自己的產業利益 捍衛講話的勇氣都沒有嗎 今天台灣的產業界 也輪到這樣的地步 還有什麼標準可以要求 好吧 今天台電要補1000億 行政院補給他 電價又漲 然後現在燃料價格跌 所以原來要虧2100億 現在只要虧100億 因為就是敗漲價跟行政院給他1000億 但是給他1000億也不是長遠之計 張三政就是說 改善電力結構才是根本 你是電力的結構才 你到底核電要占多少 綠電占多少 燃煤燃氣占多少 那是根本 聯合報的社會說 台灣已經成減碳的放流班 67個國家我們排好像63名 我印象 所以賴政府要提前 要趕快豎提對策 根本沒有對策 是拖而已 另外中國時報社會說 行政權專斷傲慢 違逆民主的憲政 昨天在立法院表現 今天在立法院表現 不管是陳耀祥 不管是吳釗燮就可以看出來 我們休息一下就回來 我們休息一下